相信你起床之后最想知就是 今早究竟是否需要上班上学 现在仍然是挂着暴风球的 教育局就宣布了 所有的半日制上校 和全日制学校今天都会停货 如果是早上的十点半 或者是之前改挂三号风球的话 半日制的中小学的下午校 和野校是会恢复上课的 阿May,究竟会何时才打完八号风球呢? 台风巨雀已经登陆了 开始是远离本港 天文台就说会考虑在早上的十点左右 改发三号强风讯号 这个八号风球已经挂了超过十三个小时 八号东南列风或者一部风讯号 现正生效 我们先看看巨雀最新的走势是怎样 巨雀目前就是集结在本港的西南偏西 大约是200公里 预料会一路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是20公里 清晨已经在上川岛附近登陆了 一起看看外面情况又是怎样 我们看到现在由尖三个嘴 看过去维港那边都有少少蒙茶茶的 雨势相信都挺大 天文台就说现在多处地方是吹东南列风 在过去一个小时长洲和启德是最大风 录得最高是接近每小时100公里的阵风 除了大风也有大雨 现在是有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在将军澳、西贡、沙田 以至是大埔和打鼓岭一带是比较大雨的 而水位是较正常高出一米 低华的地区可能会水浸的 天文台也已经发出了这个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 尤其是在八香和景田这些一带 正是受到大雨影响 在过去四个小时 这些地区录得超过110毫米的雨量 预料今天会有狂风大雨 最高气温大约有28度 至于如今就比较凉了一点 现在是有26度 相对湿度就有89% 接着听听听天文台说最新的风暴消息 看回雷达影像可以看到 台风巨雀已经在上川岛附近登陆 随着这个巨雀逐渐远来香港 预计天文台就会考虑在今早的10点左右 改发3号强风讯号 再提醒大家 教局宣布所有半日制上午校 和全日制学校今天会停货 如果天文台在早上的10点半 或者之前改发3号热带气旋警告讯号的话 半日制中小学的下午校 和夜校今天就会恢复上堂 五二考评局原定在上午举行的考试 将会是取消或是改期举行 下午考试请留意稍微公布 香港外科医学院原定今天在威尔斯医院 举行的考试 延期至今个月的18号举行 接着再和大家看看外面情况 我们的记者盧沛山 现在就在尖沙咀文化中心 盧沛山 外面天气是否很恶劣呢 黄春眉其实不是太稳定的天气 一时就没什么雨 一时就像现在那样 很大阵的雨突然之间泡起来 所以在这里的人其实都是挺狼狈的 在这里也看到巨雀留下的痕迹 像这些树叶 平时要抬高头才看得到 现在整棵在地上就能收拾得到的了 至于在马路那里也有一些地盘的围栏 已经是吹跌在地上的那里 也有一些花篮 也吹了一堆在地上 至于巴士站那里 也是整个巴士站吹跌在地上的 幸好没有击到任何的徒人 而附近连一些回收的垃圾桶 也吹到跌在地上 地上也挺混乱的 而在海运大厦对出的位置 也有很多垃圾 吹在地上都是一片的混乱 其实在天光之后 尖沙咀这里就有多一些人 因为这里比较多一些便利店 快餐店和布摊 所以有些货车和车车 就陆陆续续出到这里 就运货和有些人在这里开工 尖沙咀的情况就说到这里 我们同事现在陈婉庭就在旺角区 陈婉庭,你那边的情况又是怎样 陆培山,现在我这边的天气 情况跟你一样都是很飘忽的 因为这个雨势 刚才还落着毛毛雨 现在突然间又是很大雨 我们看看这个市面情况 相信相对在尖沙咀是比较疏落的 因为这里仍是挂了百号风球 所有的店铺都没有开门 一看到整条马路、行人路 都是没有什么人 现在在镜头相信都会看到 有几个人是担傘 都是在马路走 当中其实有不少 都是迫着百号风球都要上班 有些说因为他们是做酒楼的职员 所以无论百号风球都要照上开门 而行人方面有些都是老人家 他们说不论天气多恶劣 打多少好风球 他们都会朝早如上活动 去喝茶 但现在还在打百号风球 不是开门 但是你觉得现在的情况如何 不是几大风 你觉得不是几大风 但是现在突然很大雨 不怕 我顺运了 顺便走一走 但是现在还多好风球 都是神运 是啊 我366天都是这样走的 但是现在觉得天气情况如何 天气都挺好 都没有什么风 现在虽然真的风 就不是很厉害 但是看到雨势还是很大的 因为在市区 我们抬头望上的天 都还是很密闻的 所以如果市民真的要出外的话 记得带遮和做好一些防风措施 在这里的报道 是这么多一张时间 交回到有线新闻中心 好 谢谢